大家好,今天还是要跟大家谈华教课题 今天我们看到在我们面前的最好的标题 董总主席说2008年大选至今 8年政府没有政见任何华校 大家看清楚,这是董总所说的 8年没有政见华校 事实上就是投了马华明镇不信任票 马华明镇时常欺骗华社,误导华社 说一定要支持他们 可以这样呢,朝中有人好办事 可是今天董总的这个新闻发布会 已经证明马华的所谓朝中有人好办事 事实上是办案自己口袋的事 根本跟华社一点关系都没有 你看马华不当官,华小还获得一亿元的拨款 马华都割以后,拨款马上变成五千万 所以你说马华当官好,还是不当官好 不当官更好,华小至少还有一亿 当了官,反而拨款输水 输水还不要紧,现在连钱都不见了 这才是根本是岂有之力,那有天 你看全世界的国家,哪里有像马来西亚这样 这么不公平对待华教 不要忘记哦,华人、印度人、马来人是马来西亚独立的建国工程 我们并不是二等公民 我们是马来西亚堂堂正正争取国家独立回来的大工程 这么多年来,华人社会对国家的经济建设可以说是鞠躬之伪 但是请问,两百年来,政府有对我们华教公平过吗? 董总说,完全没有公平过 董总今天还说,千校并非真见华小 请马华不要误导华社 你班学校不是真见华小 连这么简单的道理,马华都不明白 还用这些来企图指路为满 欺满华社 这种就是岂有此理的正棍正当 所以我们看得到,1970年到2016年 我们华小的学生从43万增加到今天的54万2000多人 增加了10万多人 那么学生增加,是不是学校也应该要增加呢? 可是事实上不是 根据董总所做的全国各源流小学数量和人数报告 我们的学校不但没有增加,还减少了48所 听好好,听好好,我们华小关了48所 并不是马华所谓的,有增见啊,有增多 事实上都不是 是关一间,搬一间,关一间,搬一间 新的华小没有去见 董总本身今天拆穿了马华的谎言 但是我们看国小 国小独立到今天,增见了多少? 已经从1970年到2016年 华小减少了48间 国小却增加了1677间 我们不反对增见国小 我们要的是制度化增见华小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能骗就骗 三年一小骗 五年一大骗 整天都在骗华社 骗了60年,还在骗 现在显然一个张胜文 更加没有用的 完全是走后门的正棍 还在那里胡弄华社 老的也骗 小的也骗 少的也骗 根本就是,马华就是 相门欺骗华人的政党 我们可以百事实讲道理 我想问你 为什么学生增加 学校不能增加 这是什么道理 第二,教育部所规定的 马华是教育部的副部长 张世文不是教育部副部长 为什么教育部的条例说 所有的政府保留地 只可以新建国小 不能新建华小 哈喽,华小是私会党 华小是黑社会 华小是非法组织 为什么可以建国小 不能够建华小 你的道理在哪里 可以解释一下吗 完全没有办法交代 除了歧视 就是打压华教 这就是国政的本向 然后玩弄华社 把华教当成政治工具 大选要来就来动土 大选过后就戏土 所以最后 我们大家呢 就让华教入土为安 这是国政的最终目标 最终目的 第二,不只是所有的政府保留地 只可以新建这个国小 防务地方政府部有一个政策 所有的人口超过三千 三千间物质的 就必须有一间学校保留地 可是这些学校保留地 从来都不是保留给华小的 即使这个地区住宅区 全部是华人居住 可是也不能建华小 这是什么道理 这就是马华卖华所造成的后果 第三,他教育部还有新的条例 OK,有地了 现在建校 不是政府破款 你自己建校要必须先筹够七十八千的钱 如果要借一千万 先自己去筹七百万 拿钱给政府看 我有钱了 他才批准你建校 地自己找 钱自己找 连这一个还要他批准 才可以拿到建校准证 天啊 我们想问 经过六十年的给国政治政 华社权益不断倒退 马华有什么面目来面对华社 他今天说 因为当年 华社不支持他 他不入阁 不在政治主流 所以不能够 请问 今天马华在国内有三个部长 还有这么多个副部长 财政部有副部长 教育部有副部长 这个工三部有部长 为华社做了什么 连政界一所华小还比建万里长城更难 你拿什么来要求华社支持你 所以各位 华教到今天要真的得到公正平等的对待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那就是换政府 槟城换了 雪座换了 华教开始碰到了春天 槟城政府 虽然州的政府 教育是属于中央联邦政府 可是州政府一样拨地 可以建华小 一样可以制度化拨款给华小 一样制度化拨款给独中 槟城八年来 拨给华教超过五千万 没有一分钱拖欠给华教的 这证明行动党主导的政府 我们讲到做到 行动党讲了做到 所以既然州我们做得到 为什么不能给行动党一个机会 入主不成 入主中央 让我们做给大家看 用五年的时间 来证明 马华六十年做不到的 我们做得到 所以明年就要大选 请大家把握机会 五年才一次 不要懒惰 不要找借口 千万不要中了马华的圈套 什么投废票 不可能换 这事实上 换政府就在今朝 改朝换代 默在等待 未了下一代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